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天聖誕節繼續有網民發起在全港多區的商場 舉行和你SHOP的活動 當然那班差佬無論是穿著甲衣也好 或者是便衣也好 都走進商場裡報房 不務正業 其中一個商場就是沙田的新城市廣場 今晚大概6時45分左右 那些防暴警察忽然衝進新城市廣場裡 拘捕了幾名市民 期間這班手持著胡椒噴霧的警察 一尾就亂射氣勢來噴一下 死噴不見累 就不單對市民來噴 兼且噴上他的上司 就是新界南總區副指揮官陶輝 他也是被他那些散仔的下屬眼射臉部 當然射到臉紅耳赤 非常之痛 死人樣又痛苦不堪 而有報導指出 這名陶輝下個月將會由總警司晉升成為助理署長 而新城市廣場也宣佈了 因為有特殊的情況 營業時間提早結束 大部分商店也拘捕了 這個商場正式攬炒了 陶輝可以說是最好的聖誕禮物 被人顏射胡椒噴霧 而且還要被散仔射 等你升職 等你過聖誕過得那麼開心 這次祝陶輝真是聖誕快樂 其實這些指揮官給他的散仔下屬眼射 到底是出於有心還是無意呢 都是非常難說的 為什麼呢 因為噴起上來的時候 可以說是刀劍無眼 陶輝站在旁邊 他喜歡借地射你也行 他聲稱自己不小心射到也行 反正你這個指揮官 嘩都沒得嘩 大家從現場的片段可以看得到 這一名陶輝被射中面部之後 面紅耳赤 但是都不能夠對他的下屬作出任何批評 可以估計得到 他的下屬就算找得到誰射都好 都簡直是沒辦法追究 他亦都不會追究 為什麼呢 這個其實就揭示得到 警隊內部其實是一個非常之深層次的矛盾 到底這是什麼矛盾呢 其實就是源自於 源座級的散仔 對這個憲偉級和督察級之間的矛盾 正正就是基於這個矛盾 所以我們可以判斷得到 陶輝就算給他的散仔下屬眼射都好 他依然是呃都沒得呃 就當看不到隻眼開隻眼閉就算了 其實這些情況 今天華盛頓郵報有一篇專題報導也說到 那些指揮官基本上 就沒有什麼這個話事權的 我們一起看看到底這個深層次矛盾是怎樣形成的 其實就是源於過去的幾十年 警隊內部的晉升雄溝依然都沒有改善 晉升雄溝是源自於哪裡 可以說是難過登天 根據一篇明報的文章 其實都揭示了很多關於警隊內部的深層次矛盾 現在我就歸納了幾個重點 第一點就是 其實督察級的要求 相當之高 尤其是在語言和文字方面的水平 因為紀律部隊除了講求下屬 嚴格執行上司的命令以外 最重要就是程序上的紀律 要維持這個程序上的紀律要怎麼做呢 就很依靠 語言和文字的幫助 當中就涉及了大量繁瑣的文字工作 而為文字工作 例如是報告或者口供把關的 正正就是督察級主要的工作 但是那班警察大家都知道 如果他們是讀得成書的 他們就不會考這個散仔 考散仔的要求就非常低 連藝進課程畢業生都可以去投考警員 大家可想而知 藝進課程是開給哪些人讀的呢 正正在中學裏頭讀不成書 升不到大學的人讀的 會考零分他都可以申請就讀的 藝進課程畢業以後 就相當於以前會考五科合格 或者現在的香港文憑市五科合格 但是他可以會考零分都可以照讀的 你想想那些人的英語水平 英文水平是去到哪裏呢 不要說英語啦 只是中文粵語的水平都不行 昨天真的串那個新科議員陳子惟 就串人家會考零分都做到議員 我不知為何那些警察 就經常串人家的學歷低 其實自己的學歷都不是很高 照常來說當然是密相其類的 他就是你的同類人 誰不知你在笑別人 但你笑他過程當中 你就會說別人的名字叫陳新維 即是子本身是木字邊做個辛苦的身 你就有邊讀邊 豈有此你竟然讀別人的名字叫陳新維 笑死人啦 就算不要說那些就是散仔 升到上去做督察級的都不能去哪裏 這個悔辱又說得出 這些人就是不懂粵語又不查字典 所以來講那些語文水平是可見一班 這些就是見微知著 中文就懂少少 英文就幾乎完全不懂 所以他們都很難去晉升得到 他們的career path 就去到所謂時沙 即是最高就升到警署警長 基本上是封頂的 好了,我們講回他們的所謂深層次矛盾 他們既然升不到的時候 警隊過去都是為了降低這些原座級的散仔 晉升成為督察級的 都做了一些功夫 就比如說 增加了三個計劃 第一個計劃就是選拔委任計劃 第二個計劃就是巨督察潛質人員計劃 第三個計劃就是公開招聘的程序 但是外於他們的語文能力實在是太過水皮了 都不知道他們沒有想過去提升自己的語文水平 還是本身的資質實在是相當有限 所以每年都只有零星的散仔 能夠通過這些途徑 晉升成為督察 好了,第二點就是 這群人既然晉升階梯 是去到時沙封頂的時候 當然他們就想了很多東西 這群人本來進去的時候 就是做散仔 散仔是沒有柴的 如果他們升級的時候 就變成一柴了 這個一柴又叫做傷心柴 為什麼呢 一個散仔只要行為良好 即是武功武過也好 在服務了警隊18年以後 都很大機會會晉升成為一柴 即是高級警長 由於服務期間那麼長 通常那些人會將這個職級看成為安慰長 故此又稱為傷心柴 好了,在這個傷心柴以上 就是三柴 三柴即是警長 又稱沙展 這些沙展 根據統計平均都需要17年經驗或者以上 很多人爬到沙展這個職級 其實已經心滿意足 不少的警員都希望晉升成為三柴 就避開成為一柴 因為人工高一點 沙展再上的就叫做時沙 即是警署警長 這個職級可以就是 元座級別裏頭的人中之龍 為什麼呢 因為已經是元座級的頂層 他們就已經成為了一個真正的老差骨 很多時候因為各種原因 例如學歷不夠 與民水平不足 或者底部花了一點 就明白到自己永遠都沒有可能 再上一層樓成為督察的時候 反而自己在警隊的元座級裏頭 就是最有江湖威望的 所以 與其為著晉升成為督察級的最低層 而雙腦筋 不如保住現有元座級最頂層這個寶座好過 這正正是十五層次矛盾之所在 整班元座級根本就不需要買督察級的怕 根據這篇文章他還說到 雖然警察除了犯法以外 一般都是難以被割職 但是時沙門都害怕有一天這個制度會改變 千方百計想著鞏固自己的權力 捉上司下屬的痛腳 甚至乎會策劃一些元座級的工業行動 倒過來以這些痛腳來控制新人的警員 此外他還提到一件事 已經封頂的職級和不怕整花的底 就是時沙的籌碼 遇到有問題的時候 更加會以引爆全體同時的痛腳 攬炒整個環頭作為威脅 而且一旦有了自己的團伙 即使自己團伙的前線警員受到牽連 時沙都有能力為他安排退路 例如鑽職由前警員開設的保安公司 大家看得到 這班傢伙根本上是有了系統 怎會買你這些所謂指揮官的怕 你逃揮被人射中 射中就射中 是不是呀 他怕你有毛嗎 根據今日華盛頓郵報 那篇偵查報導 其實他們已經說得很清楚 因為他們訪問了現役和剛好離職的香港警員 這些當然就是前線警員 他就說到 因為指揮官太擔心 會令前線警員感到不愉快 即使那些警員偏離指引也好 如果不是太過離譜 指揮官都會選擇 眼開眼閉 而另一名剛好離職的警員更加形容 所有的紀律規例 現在都是被忽視的 連高層都害怕去執行這些規例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根本上現在就是散仔大了 是不是 所以你逃揮被人射中 又如何呢 你夠膽來來去整治這群人嗎 你夠膽來去 即是對於這群人 撒半句嗎 你是不夠膽 所以大家就理解得到了 為什麼這個散仔協會主席 林志偉 可以事無忌憚地出來 是不是 唱張建宗 批林鄭 當然 正正就是不怕整花底 以及以風頂的職級 就是這個深層次矛盾造成的 他怕你有牙 他怕你有毛 是不是 他就是不怕你 他就什麼都不怕你 現在整個情況就好像變了你那群憲委級和督察級要買這群原座級 雖然你這群人整天口口聲聲又說要止暴制亂 麻煩你整治了你警隊內部的深層次矛盾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